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两位明星队长 带领着今天的最后一轮选手 闪亮登场 一边是姐妹花 一边是兄弟团 来吧 我们的骏马队先来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美丽的姑娘 来自我的家乡内蒙古乌兰茶坟 她也是一个非常热爱歌唱的一个姑娘 而且她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份 就是我们红色的文艺青旗兵 我们的张海霞 这个是乌兰木齐的音乐人 张海霞 好 欢迎你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的熊音队的最后一名选手 我们骏马西州是来自青海玉树 所以说玉树的音乐 是跟我们藏区又不同 他们的那个小调特别好听 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呢 有很好的表现 玉树那边会有他们独特的一些小调 是吗 对 太好了 一会儿呢 这个叫赶马西州 对 赶马西州 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轮谁先出战呢 灯光选择 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请 好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 助手在了骏马队 所以最后一轮首先出战的是 骏马队的张海霞 张海霞 今晚看我的 能给我说说你的家乡吗 乌兰茶部应该也是有着很美的草原 对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茶部 其实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草原 我就是特别的幸运 我的梦想我都实现了 那你今天要提炼的这个词 是不是梦想 对 梦想 你都实现了什么梦想 其实从小就喜欢音乐 之前呢就是在家乡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比赛也获得了一些小奖 最后又参加的 走到了内蒙古参加比赛 就是内蒙古的清歌赛 通俗舞组的第三名 这个奖项给了我很大很大的鼓励 舞台又上了一届 对 动力 还有一个梦想也实现了 其实我是今年刚刚进入那个乌兰木齐 作为队员的 我一直从小就喜欢这个音乐 其实那会儿小的时候就是想 我能建一个文艺的团体 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的归宿 但是我觉得我命特别的好 就是在2017年 这个所有的乌兰木齐 就要招收人才 招收演员了 我就有了这个机会 所以在今年 在招收这个演员的时候 我去报名了 我去考试了 后来 通过了 通过了 特别的幸运 成为了乌兰木齐正式的 你们叫做队员还是队员 就是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 文艺清奇兵 对 那你在乌兰木齐表演 和你在舞台上表演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感受是什么 在我就是第一次和乌兰木齐 去下基层 去农村演出的时候 当时我还以为也是高大的舞台 能够灯光啊什么闪闪的照样着我 去了之后 说实话 走了哪儿哪儿就是舞台 我们进了农民的家里 我们站在地上 那个农民 这个他们坐在炕上 我们就在地上给他们唱 还有站到外边 就是土堆里 也许就铺一块地毯 我们就站到那里 那里就是我们的舞台 去给他们唱 我就是最记忆忧心的一次 就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她拄着拐杖 一直在前边就看着我们的演出 就是从头看到尾 但是等我们演出完之后 她过来了 就给我送过了两块糖 从兜兜里掏出来 给我送过了两块糖 就说姑娘累了 给你吃两块糖吧 当时我就感觉 一样 就特别地温暖 从来没有接受过观众 这样的礼物是吗 对对对 还拄着拐杖 就这样走过来 最后我中午还去了 她家里吃了饭 还被邀请去家里 对对 所以我觉得乌兰木齐的工作 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 你也会有感受 虽然很平凡 很普通 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 但是你会觉得自己很伟大 是的 很不平凡 对吗 对对 所以今天在现场 海霞再次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经过了这么久的 乌兰木齐的锻炼 我相信在你的歌声当中 会听到不一样的味道 好 带来一首什么歌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莫尼山》 好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莫尼山》 歌曲 《莫尼山》 风吹过青草连绵 《莫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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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善良和勇敢 撑起草原的蓝寒天 任时光慢慢走远 静静守护着 草原 非常好听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评委嘉宾听过之后的感受 首先有请余文华评委 我在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初中吧 我们是跟随我们文化馆的老师们下去演出 也是像你一样的 就面对面地站到田耿上 还有河岸上 为百姓唱歌 真的很近 也就是一两米两三米的距离 而且你还有话筒 我当时没有话筒 就很近很近 一个手风琴老师给我伴奏 我那时候刚十几岁的小姑娘 可能很羞怯 但是在张姐唱的时候 百姓那种他对你的一种爱 对你的鼓励 真的他那个时候你是属于很强大的一种精神支柱 精神力量 而且是他们给了你去实现梦想的这么一种动力 所以我觉得天地 广阔天地是我们的舞台 我们要为老百姓而歌 为他们去服务 为他们唱他们需要的歌 和他们把文化送下乡 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正向乌兰木齐的意义 它的中文意义就是红色的嫩牙 而牧民有的时候经常会把乌兰木齐 称作是曼奈乌兰木齐 就是我们的乌兰木齐 而乌兰木齐的队员 他们也会亲切地称为是曼奈乌兰木齐 就是我们的孩子 所以从你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出 老阿妈就是把你当作他的孩子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 也是人民的孩子 希望我们都像乌兰木齐队员一样 认真地投入每一场演出 哪怕只有一个人 哪怕不在舞台上 我们都要为他歌唱 为人民歌唱 因为我们会坚定地去做人民的孩子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张海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接下来看看和你同轮竞争的 《嘎玛兰木齐周》的表现 《嘎玛兰木齐周》 今晚看你的 各位好 欢迎你 平文老师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以及现场的朋友 大家好 这个你一上场走几步啊 我都能感觉到你从小生活的环境 来说说吧 虎虎生威啊 辽阔的大草原嘛 然后就像熊鸣一样 自由地在飞翔 所以你看他的性格 是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 从他的相貌展现出来的 刚才你的队长在一起我没说 从你们俩的肤色我都看出来 你们俩住得离得应该不远 那你今天要说一个关键词的话 想说什么词呢 应该是挂念 挂念 对 挂念谁 这种挂念来自于何方 来自于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年我们玉树地震 那地震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 但是我真的想感谢 再次感谢一下 你当时就在玉树吗 对 我当时就在玉树 对 然后就是 但是我在玉树的再过去 大概有二百多公里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那边听到消息后 马上赶回来 但是我没有 我是幸存者之一啊 所以那时候有那么多人来帮助 这次机会我真的再一次说声 谢谢大家 所以这一份挂念是属于 我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当地的一个孤儿学校 也叫残疾学校 就特殊学校 就是孩子们都是 对 但是那学校只有三十多人 对 然后有的是看不见眼睛 有的是就是行动不太方便 有的是那种就是听不见 所以这一份挂念是属于 你一直在帮助的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们 对 那上一次见到他们大概是什么时候 去年 去年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去年大概七月份吧 最美的期间 你说了你这份挂念属于孩子们 想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吗 特别想知道 你要感谢我们的导演 他们特意让孩子们录制了一段视频 来看看他们的近况好不好 来 来看大屏幕 那像在这群孩子当中 你自己印象最深的 和你互动最多的是哪一位 就是后面举着手的那个女孩 短发的吗 还是长头发 对 黄维博的 是吗 对 黄维博带着红领巾那个 他叫什么 杨金 杨金是吗 对 杨金 为什么对他的印象最深 因为有一次我去了以后 我走的时候 当时他就给了我一个本子 然后他就说 干嘛哥哥以后你要写很多很多 好听的歌曲 然后我说好吧 我就算手拿走了 但是过了那个晚上以后呢 那老师就跟我说 干嘛 你知道吗 杨金给你那个本子 就是学校给他的一个奖励 因为他学习特别好 是他为他自己的一个奖品 对 对 对 学习特别好 然后表现特别好的时候 老师会给他颁发一个那种奖励 然后就过去他去好好学习 对 当时他就把这个准备给我 然后听完老师那段话的时候 我就当时 哎呀 就写下了几句歌词 对 然后从那以后开始 我写一些歌曲的时候 我都会把歌词记录在那个小本上 因为你从来没想到 这么平凡的一件物品 原来是 其实是孩子 最真实的一个奖品 是的 你今天有没有把那个本子 带过来 有 谢谢 我觉得特别荣幸 是裹在了杨金的这个礼物上面 所以更增添了一份含义 拿到他的本的时候 我就写了这段话 就叫从未拥抱你 但我能感觉你 你不曾言语 但我能听到你 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里 我要把温暖送给你 我要把温暖送给你 对 其实你当时接到这份礼物 说到感觉 对 当天我上次回来 我就 我当天就老是说完以后 然后我就 心里又是鼓励 然后又是欣慰 好多好多 然后就写下了这段餐 那今天在舞台上呢 噶马西周来到了这里 你说出了这份挂面 我相信此刻 孩子们坐在电视机前 在看着他们的大朋友 在舞台上 最希望听到的是你的歌声 他们会很骄傲地 电视上 舞台上 这个人 这个大哥哥 我认识 是我的朋友 所以今天的表现 你要加油 谢谢主持人 好吗 噶马西周 带来一首什么歌 大家比较熟悉的 在哪遥远的地方 在哪遥远的地方 有一群可爱的孩子 在默默地关注我们 在哪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在哪遥远的地方 人们走过了她的找房 都要回头留恋的长望 我愿抛弱的地方 我愿抛弃了在海产 我愿抛弃了在海产 跟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 和那美丽精美的衣裳 我愿抗弱 我愿做一只小鸟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疲憾 不断紧紧打在我身上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咱们走过了她的一场花 都要回头留恋的长望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阿鲁阿卓评委的感受 徐州 你好 玉树这个 提到这个地方 我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因为当时地震的时候 我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玉树 演唱了当时的那个 灾灾晚会的主题歌曲 献给明天 所以对那个地方也是心里 一直是觉得很想 能够再去一次 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记得曾经是王洛宾 写给了一位藏族姑娘的 那么今天再加上你的故事 我觉得你在演唱的时候 就像感觉在表达 对这些孩子们的爱一样 所以希望孩子们能够 更加地快乐成长 也希望你能够更加地好 谢谢 其实这也是属于 你的一份画面 对 那最后我们来听一听 余文华评委的感受 你好 西周 老师好 通过你的介绍 你分享的故事 我们真的很感动 说到这儿呢 我到了想起来 有一位老者 我们在深圳的一位 卖艺的老人 刘玉驰老先生 那么他在玉树地震的时候呢 他走上街头的 这个玉树捐赠点呀 把自己兜里 仅有的五十块钱捐献出来 那么在旁边的有些 有些捐助的人呢 看到老人家这么不容易 把自己的四百块钱 给了老人 希望他的生活 好一点 富裕一点 但老人随手 又把这四百块钱捐到了 捐了出去 那么他就是说 我们再苦再难 有家人陪伴 我们有衣穿 有吃的 我们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已经很幸运了 所以说我觉得 善真的是 它不分大小 也许我们一个 微微的一个笑容 就会温暖 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们 献出了爱心以后 实际上所得的 比献出的会更多 我们得到的是 心灵的升华 所以说让我们的爱 充满着每一个角落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轮当中呢 两位选手的战绩如何 让我们有请 两位明星队长 还有和你 同轮竞争的张海霞 好的 接下来呢 进入到了我们 最后一轮的 明星队长拉票环节 首先呢 应该是乌兰图雅 好 计时 开始 草原隔壁安乐家 传递文明四书发 地做舞台 天做木 春风极度 展新芽 这是我们对乌兰木齐的一个 敬意和生活的一个礼赞 在我身边呢 就是我们草原上的 红色的文艺青鸡兵 张海霞 能歌善舞 吹拉弹唱 然后生活里的话 能洗衣做饭 所以一定要支持 我们当代的 红色文艺青鸡兵 张海霞 掌声鼓励 接下来的 四郎公布队长的拉票 你是要表述还是 我用唱的方式 唱的方式 她家乡是我们 曾经文成公主 进藏的时候 那个 路过 路过的地方 然后到了玉树的时候 就文成公主累了 然后就家乡 就给她送歌 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 走不到的地方是远方 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 天下没有远方 有爱就是天堂 好 那来我们就来 顺利走着好吗 我可以计时了吗 可以 好 计时开始 咱们 巴掌 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三位评委会把最后一轮的票 都投给哪一队呢 首先我们有请阿鲁阿卓评委 乌兰木齐这种精神 是我们一直要去学习的 所以今天我把我这一票 投给 图亚队 好 那第一票投给了 驯马队的张海霞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票 最后一票留给您 好吗 第二票我们来看看余文华评委 您将要投给谁 我觉得我想把我这一票优先权 投给我们的 艺术的小朋友们 需要牵挂和关心的 我们三十位特殊的孩子 所以这一票选择权 我投给你们 好吗 好 那我们的雄鹰队 赶马西东也获得了一票 此时场上是一比一 所以最后我们常说 说得好听是关键票 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得罪人票 这一票将属于 孤丰评委 我把我的这个支持票 在这一轮支持我们雄鹰队 好 所以在最后一轮当中 雄鹰队对驯马队是2比1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 优先获得选择奖品权利的 将是雄鹰队的伽马西中 还会让我来到最后一轮当中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